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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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最近 見習禮包的卡架 就是這些卡包 見習禮包裡面的一些卡包啊 基本上都是掉價是偏多的 那反而這次有一個 有一個卡種是長的 也就是19的Top 那19的Top長的話就會變得 讓布斯伊禮包的價值就變高了 因為布斯伊禮包的話主打就是在他的 19的Top 那我覺得還是不會差到太多啦 基本上都是還是有 一元換算 都還是有到破千萬的 所以見習禮包的話 縱使目前卡架有點小跌 反正之後一定會再長回來啦 應該吧 那如果他長回來的話呢 那他的價值就會再長回來 因為 他卡包很多啦 所以很容易受到這種單價的影響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那見習禮包的話 也是這一期 克金金的 禮包 那到時候的話也會 有影片開給各位看 那應該還是會分成兩部 就是上下級上 因為 見習禮包的 卡包真的有點太多了 這邊 56包 一級開完的話 應該會蠻花時間的 那還是會分成兩級開啦 就是 24包配上 32包吧 就是反正就分成兩級開啦 那如果喜歡這次的分析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頻道 追蹤T手消息 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打開喔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了 掰掰